她是99年的李电维 凭借着炫酷的发色卡点变装 成功收割无数粉丝的芳心 其曾经是一个颜值博主 带点射空属性 而现在变成了性格开朗的奶狗帅哥 不得不说李小八的转变让粉丝们非常欣喜和激动 而且也有不少粉丝愿意一直追随着她 一开始大家关注李小八 只是因为她的颜值 后来深入了解之后 发现她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博主 小八是博音主持专业 身高1米85 最开始的时候是以高冷帅哥形象示人 卡点视频当中的炫彩打光也让她的颜值增色不少 被人誉为男版的迅猛龙 也正因如此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后来网友们将李小八 最喜欢的饮料宾美式作为粉丝的名字 也成立了相关的粉丝群 只为观赏李小八的颜值 平日里她是一个看上去高冷炫酷的帅哥 其实背地理她 只是有点失控性质的小奶狗罢了 在和其他主播连线互动之后 她的性格也是有了很大的转变 从一开始不改 向其他的美女姐姐提出任何要求 到后来可以跟大家开玩笑 一直和大家一起尝试不同的直播连卖游戏 这也让大家看到了李小八的成长 曾经的她是家里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可怜 毕竟家里除了她之外 还有两个姐姐 两个姐姐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孩 大姐成绩优秀 而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有她一个人无所事事 就连父母都不对她抱任何的希望 曾经的李小八是一个小胖子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开一家零食铺 然后自己在里面每天吃个种各样的美味零食 后来随着不断成长 她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找到了自己的动力 对于她来说 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能够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 同时也能够有一群 喜欢自己的粉丝朋友已经足够了 凭借着卡点视频频频火上热缩的小八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而且对待粉丝的时候也是非常谦和有礼 粉丝们为了能够让她有一个难忘的生日 甚至还在各大城市进行了投屏广告 可以说双向奔赴的感情真的是让人非常欣慰 无论是粉丝们提出任何奇怪的要求 她都能够满足 比如说大半夜的开直播 带着粉丝闲逛云南古城 又或者是开直播和粉丝们一起聊家常 在小八的眼中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今的她依旧会拍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 用自己的颜值回馈粉丝 以及用自己开朗的个性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这样一个带点视孔兴致的博主 你是否爱了呢 这种可甜可奶的风格是否能够符合你的心呢 感谢观看